方将军一意孤行 是不是有些私欲过重了 宋将军 原先你只是占山为王 为了得以小小官位 便将梁山弟兄卖于朝廷 用他们的鲜血来屠红你这身官袍 你岂只是私欲过重 方拉真豪杰也 和梁山俱义一样 方拉造反也有着明显的官逼民反性质 但方拉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忘初心 是将造反进行到底 直至建立政权 真正实现和大宋王朝的分庭抗礼 而宋将呢 同样有着不忘初心的可贵品质 但宋将的初心在于对体制的疯狂追求 入货梁山 同领梁山 乃至带领梁山好汉 重挫朝廷征讨大军 都只是为了能够重回体制 朝廷不让我投降 不让我浅诚跪倒在赵王军面前 那我就打疼你 让你给我这个做奴才的机会 一个是拼命摆脱规矩 并试图重建规矩的方拉 一个是坚定遵循规矩 并努力维护规矩的宋将 两位曾经的江湖顶流大哥 还都想说服对方 气暗投明 于是涌京门外 一场经典的语言对决正在上演 方拉身边 方茂和庞万春分力左右 宋将身边 李逵和燕琴给予支撑 两手头领之间的首次会面 可谓剑拔弩张 早已隐喻了最终结果 就这场对话而言 方拉属于被邀请的一方 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而且方拉还拥有主场优势 自然要首先喊话 莫非这位就是江湖上人称 吉时雨的宋公明吗 强调宋将的江湖混号 意在讽刺宋将 甘当朝廷鹰犬的软骨头表现 而这个莫非 则将讽刺的程度都然提升 翻译下这句话 赫赫有名的宋公明 不是被尊称为 吉时雨的江湖大佬吗 怎么也身着朝廷官服 变成了朝廷鹰犬 面对方拉如此消极的应对态度 宋将该怎么办 无论是辩论还是吵架 扬长弊短都是压着对方的首要选择 既然方拉从江湖道义层面给出讽刺 那么宋将就只能避开这个李亏的话题 转向自己的优势所在 也就是宋将坚持的中军爱国思想 小可宋将 久闻方将军威名 却无缘相知 今我奉大宋天子圣命 归尸南下 才得以败回将军 奉大宋天子圣命 强调了宋将争讨方拉的正当正义 让宋将立马占领了道德制高点 什么江湖道义 什么兄弟情义 你格局太小 我现在是代表大宋皇权和你对话 希望你能摆正位置 端正态度 认真聆听教会 可宋将放了 宋将口中的大宋皇权 已经不被方拉承认 而且此时的方拉也已经建立政权 拥有了天子称号 所以我们来看方拉给出的反驳 既然天子代表了正义 那我也是天子 到底是谁的态度不端正 谁的位置没摆正 江湖道义层面 宋将明显不行 中军爱国层面 宋将也被无情驳回 第一局对决 宋将完败 第二局 宋将决定从方拉的软肋入手 开始进攻方拉政权的不合法性 你这个皇帝是自封的 可宋将又忘了 江山固在 但只要一主就难见和平更迭 历朝历代又有多少开国皇帝不是自封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义 虽然有着黄袍加深的登基美化 但也难改他从别人手中夺得江山的事实 所以方拉认为 宋将的这个指责属于明显的双标 根本就站不住脚 既然大宋江山是夺来的 我自然也能夺得 第二局 方拉胜 宋将败 按照正常的语言对决流程 讲道理讲不过就只能亮拳头 利用自身的实力优势 硬性压制 此时的宋将又开始 以己之心夺人之父 对于梁山而言 朝安或许是避免覆灭的最佳选择 但方拉已然建立政权 有了更为合适的生存方式 人家肯定不稀罕归顺朝廷 更何况就梁山朝安以后的具体处境来看 这个所谓的归宿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所以针对宋将提出的这个劝降理由 方拉反驳更为理直气壮 哼 像你一样 做朝廷的英权 就会有好的归宿吗 那么这局到底谁胜了 我们来看宋将接下来的一句回应 方将军在说气话 看见了吧 宋将在刻意回避话题 甚至急着终止这个话题 很明显 宋将知道自己理亏 知道自己选错了话题 第三局 宋将又败了 前三局的失败宣告了宋将于 讲道理量肌肉方面的失败 也就是说 宋将的强硬态度 根本无法威慑方拉 既然如此 宋将就只能放低姿态 欢和态度 方先生 你看啊 咱俩都是大哥 都应该为手下兄弟考虑才对 就此前的粤鱼厮杀来看 你我双方各有伤亡 我实在不忍 所以我才会 才不顾日后 天庭震怒 与方将军商议休战之师 还望方将军以城相待 电视剧中 关于方拉的演绎虽然并不多 但这位爷能成为江南地区的顶流大哥 能迅速将一个帮会组织 发展成割据政权 就足以证明方拉绝非等闲之辈 和宋江的整场对话中 方拉的画风虽然并不锐利 而且始终处于防守状态 但他能随时调整应对方式 给予有效反击 宋江的态度缓和了 方拉也随之缓和语气 宋江给出规券 方拉也要为梁山指条名路 既然功明先生担心手下兄弟 不忍看到更多伤亡 为何非得劝我投降 此时的大宋王朝昏君在位 奸臣当道 根本就不值得梁山好汉们忠心笑命 我们握手沿河和平一处 共同打出一个清平世道 争取一个更好的归宿不好吗 这段话一出宋江该如何回应 赞成 那宋江就输了 而且一败涂地 反对 别人的建议你不听 你给的建议别人为何要听 也就是说 第四局宋江又败了 又得另外寻找劝说方向 方将军不会不知 历朝历代的江山 都是以血流成河 尸骨成山换取而来 将军为了一己之皇位 便让手下兄弟先后送死 日后即便坐上龙亭 又岂能心安理得 方将军一意孤行 接连的失败让宋江失去了分寸 丧失了理智 竟然主动选择了一个 语己不利的劝说理由 说方辣为了皇位 而罔顾手下兄弟死活 不会心安理得 可宋江呢 明知菜金高球等人驱火吞狼 明知征讨方辣 就是以贼灭贼的阴险计划 可他为了能够重回体制 为了能够风起因子 轻视流明 不也照样没考虑兄弟们的死活 好了 我们来看方辣的致命反击 就算方辣私欲过重 但人家追求的东西毕竟值得 更何况 方辣建立政权以后 手下兄弟均得到了妥善安置 可宋江呢 仅为了一个小小官位 就将手下兄弟尽数卖给朝廷 那还顾得上他们的死活 一句话 方辣是带着手下兄弟 共同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 而宋江则是踩着手下兄弟的尸骨 为自己争取一个荒唐的前途 就此来看 宋江又岂止是私欲过重 简直就是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真小人 宋江没话了 按照燕清后来的描述 方辣那番话挺厉害 直说宋将军的心窝子 宋将军气得脸都白了 好了 局势彻底反转 方辣决定趁机掌握对话主动权 开始反手围攻 先强调宋江面临的被动局面 为自己劝说宋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打下基础 然后再给出具体建议 假如你我一道共讨昏君 不也照样能封弃因子 清史留名吗 宋朝江山气数已尽 将军也当审时夺势 不可坐视良机 表面上看 这是方辣对宋江的鬼犬 但实际上这段话的目的并不在劝 只在挑拨 实际上这段话是说给梁山好汉们听的 宋朝江山气数已尽 可你们的公民哥哥却非要归顺之 荒唐不 而且宋江归顺朝天的目的 也绝非替你们寻找一个好的归属 就只是为了能让自己封弃因子 清史留名 你们却还要誓死追随 值得不 此言一出 宋江的脸更白了 直接进入暴躁状态 兵承忠义 顺天护国 乃我宋江人生的宗旨 也是众望所归 注意了 宋江开始骂人了 语言对决一旦出现 侮辱性言辞 就基本能够宣告结束 基本能够判定胜败了 再来看双方随家人员的具体反应 方茂大鹤一声放肆 李逵随即回应一声大胆 方辣军中弓箭手准备进攻 宋江军中 盾牌手给出防御 隐喻结果已经非常明显 宋江被动了 输了 既然这场对决已经有了结果 而且方辣挑拨梁山内部团结 重挫对方势起的目的已经达成 他自然也就不再废话 你的好意我心灵 我的建议也请你三思 要想要打西听尊便 我随时奉陪 待得方辣潇洒离开 再看宋江的表情 劝想方辣 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脑子肯定让驴给踢了 只是严重受挫的大军世界 严重影响的领导权威 宋江又该如何挽回呢 宋江最为阴毒的挽回方式 让无数看官瞬间破防的 张顺魂归永金门即将上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